第2347集 只剩下她自己了,再也没有了同行者 可女帝无惧,披甲直脊,屹立天地间,只身震慑五大十足 无论多少年过去,来自高原的生灵,从十足到先帝 再到那些年轻的黑暗生物,都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幕 这将成为他们心中恐惧与颤立的根源进去 不愿再提及,不愿再谈起 这一天,女帝一人持己向前逼近 而五大十足居然在后退,连他们都内心有据 面对那戴着面具的女子,几倍冒出寒气 一位十足震怒,感到了一种难言的耻辱 杀了她,他们是谁啊? 真正永恒的十足,一念间开天辟地 翻手便可打穿数之不尽的至高大宇宙 可现在却因一人后退 这实在太耻辱了,从没有人可以这样逼迫他们 连荒雨夜都死在他们的手中 这诸史中,古往今来无数个纪元,他们凌驾所有生灵之上 连大道都记掉了,怎能有这样示弱的时刻呢? 脸上有种火辣辣的痛 总的来说,一切都是因为几人担心布之前那五位十足的后尘 永迹世间 虽然荒雨夜都战死了 但是却着实将他们杀爬了 五大师祖动手,他们终究是非常人 杀意陡然升起,无比冷漠地向女帝杀去 一刹那,五道磅礴的黑色身影急速变大 肩头瞬间挤爆了天外 而脚掌更是踏进了下方染血的残破世界,让他瞬间瓦解 几位师祖实力太强了 本体一出,尽显盖世雄危 他们的躯体将附近一个又一个大宇宙称爆了 一挂又一挂璀璨星河,在他们面前连尘埃都算不上 他们的躯体碾牙骨筋,横垮各界 镇断时间大河,各自施展手段镇压女帝 其中一人,手持沉重的大剑直接就扫了过去 斩爆一切,剔开附近的所有大世界 粉碎万物,让一切有形之物都崩解了 湮灭了 还有一人,直接以长满可怕瘦毛的大手 向着女帝劈了过去,打爆诸世界 五大师祖一起出手,怎能不可怕 惊骇世间 女帝身形绽放五亮光 光滑的身躯变得与师祖其高 她冷静而从容挥动长脊,向前扫去 有带着瘦毛的庞大手掌被削断 不祥的血液洒落的到处都是 各方大世界被打穿在爆碎 还有铿枪之音针断大道 几刃划过 将那口沉重的始祖级大剑削断了 无边伪力,恐怖的汹涌 最为射人的是 在一道雪亮的光芒中 一位始祖的头颅离开躯体,被长脊斩落下来 带起大片的血水,震撼诸实 这也震惊了始祖,让他们毛骨悚然 这才一交手,五人同时出击 结果他们中就有人被销售了 他们低吼,咆哮着,向前轰杀 一条又一条大道焚烧,犹如始祖身边摇曳的烛火 只能以微弱的光照出暗淡的路 根本算不得什么 始祖之力超越大道在上 激烈的大战爆发 女帝披甲持己,戴着面具 只身独占五大始祖绝是风采尽险 在不死的生物中杀尽杀出 一位始祖被利劈了 血水汹涌,身体分为两半 更是迅速爆开 吃的一声 另一位始祖被女帝斜肩斩断 崩散于虚空中 可惜,始祖难灭 已算是永恒不死的生物 再加上由祖帝为倚仗 他们渐渐无惧了,杀红了眼睛 天地间,无数的花瓣飘舞 晶莹芬芳 洒满数之不尽的大宇宙 在每一片绚烂的花瓣上 都有一个女帝浮现 应照出来 全都戴着面具 披甲持己 这一次 大片的花瓣飞舞向前冲去 所有璀璨花瓣上的女帝 同时扬起了长脊 向前斩去 光束滔天 压盖无数大世界 并且,恍惚剑像是有人出现 站在她的身边 跟她一同挥剑 祭鼎 哄的一声 一位始祖被女帝用长脊斩爆了 同时 女帝身上的甲咒 吭枪作响 有雷池的光束迸发 有万物母气流淌 随她一起杀敌 噗的一声 雷光与母气交织着画成亿万道光焰 将前方一位始祖击穿 焚成灰烬 几位始祖倒吸冷气 不自禁的倒退 被斩爆的人更是面色苍白的显照出来 本源虚弱 露出惊荣 他们实在是无比的忌惮 女帝本身已经足够强大于可怕了 而那折断的荒茧破碎的雷池 暴碎的大顶 现在还残留着荒雨夜的部分伪力 一位始祖冷冷的开口 那两人既然彻底死去 残兵自也当葬灭 但是 五人都站在那里 没有谁第一个踏步出去发难 心有忌惮 那个梦时刻在提醒着他们 女帝身上甲昼发光如覆盖上一层烈焰 她持长脊站在原地 与五大师祖对峙 匹匿这些活了无穷岁月的恐怖存在 丝毫不惧 点点柔和的光荡漾 在女帝身边出现了一只又一只发光的小纸船 她们破开了时光海 各自沿着不同的轨迹 在现实无数地域荡漾光彩 而后向着历史中逝去 向着未来飘去 数得踪迹全无 你是想为后人留下什么吗 还是想找到黄雨夜的点滴痕迹 寻觅他们在历史长空下 流下的一滴血 心存希望唤醒他们一缕升级 亦或是你明知必死推延祭道之上 想在这诸世间 在这万古时空下 在那未来 转刻下一缕痕迹吗 道祖冷漠的声音传来 另一位道祖更为冷酷 一切都无意义 黄雨夜在过去 在现实 在未来 都被我们杀干净了 一滴血 一粒古尘都不会留下 从此他们的痕迹将从世间永远的消失 世间无人可一起 至于留下的纸传 自也不允许留下光辉 留下灿烂 此刻 五大师祖动作一致 同时出手 追溯 追溯古今未来 恐怖的伟粒 汹涌 弥漫向时光海 追溯 所有指传 那些柔和的光被侵蚀了 不祥之力 与光同崩散 船体进化成黑色 历史 现实 未来 似乎同时炸开了 无人再次出手 向着女帝杀去 他不过是出入这个领域 能有多少伟力 杀了他 六十祖喝道 然而呢 就是说话的人 自己也心中没底 感觉女帝的力量太强横了 并不像一个才祭道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